印度想要360度无死角的超越中国 连航天领域都不放过 中国探院工程进步神速 印度当然不甘示弱 先后发射月球一号和月球二号 结果月球一号不到一年失联 月球二号发射两个月坠毁 是什么导致了月球二号的坠毁 又是什么让印度的月船都得不到善终 那么话不多说继续咱们的快速打印系列 来嘿嘿印度的月球探测器 印度一直想超越中国 所以不管中国干点啥 他都要立刻马上跟在后边进行攀比 生怕慢了一步 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 中国的嫦娥一号发射成功 正式宣布探月成功了 这一下可把印度的小心脏给深深刺痛了 给他着急的呀 那就不行了 所以他们紧接着就在2008年 把自己造的月球一号给发射上去了 月球一号是印度的首个月球探测器 印度对于月球一号那可谓是寄予厚望 月球一号最开始的时候 也没有辜负印度的期望 不仅准确无误的进入了绕越轨道 还成功的绕越飞行3400圈 当时印度政府那是相当开心了 但是在2009年的时候 月球一号就因为内部一气过热 发生了故障 之后就与地面的中央控制室失去了联系 最初印度发射月球一号的时候 预定的服役年线和我们的嫦娥一号一样 都是两天 如今刚过去一年不到就失去联系了 当时发射月船一号的时候 印度方面还放出好眼 要做除美日俄之外的第四个在月球上插国旗的人 这样不仅能在航天技术上超越中国一大旗 还可以向世界各国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那真是爱在国际上刷存在感的小印度一枚 如今不仅旗子没插成 船还没来 即使这样 印度方面依然宣承 他们这次获得了宝贵的探月经验 我寻思印度这个印不会是嘴硬的硬吧 但是屡战屡败才是印度的奋斗进行 所以在2010年的时候 印度方面就表示 他们已经开始进行月船二号的准备工作了 这次月船二号不仅要绕月飞行 还要在月球的南极进行转着陋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探月项目主管安纳杜拉伊 在2010年1月4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月船二号的登月车和轨道飞行器已经完成设计了 可以判断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在月船一号相识不久之后 就已经开始了月船二号的研究 但是之后月船二号就没消息了 而在这几年 中国的嫦娥又飞出去好几代 2012年的嫦娥三号还带了月兔号月球车 直到2018年2月 印度才再次传来要发射月球探测器的消息 印度航舰局表示 会在2018年的4月份发射月船二号 但是在3月份的时候 又突然宣布发射计划推迟了 4月份的时候呢 又宣布在下半年进行发射 5月份的时候又说 月船二号需要更多测试 所以要在11月份左右提前进行发射 但是11月份也还是没发射 一年12个月份 印度足足关全了5个 最后还没一个发射成功的 这一年印度人民那时全都反谱被针回去当猴了 当然大家真正见识到月船二号的卢山之面目 是在2019年6月12日 并且宣布将在2019年的7月16号之前发射月船二号 但是在7月15号的时候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就发出一消息表示 由于技术原因继续推迟月船二号的发射 咱说印度的这个官宣比娱乐圈的历史函 可信度还低 不过呢 这次也没耽搁太久 在7月22日 印度的月船二号终于是升上天了 不忘印度人民当了一年多的好 在月船二号成功实现五字变轨之后 终于要开始实施着陆计划了 9月2日 月船二号的着陆器开始向月球飞去 前期进行的都还比较顺利 但是印度这个国家吧 它总是差那么一点点意思 9月7号的时候 印度空间研究所就宣布 月船二号在距离月球表面2.1公里的时候失联了 印度的汤月工程又一次以失去联系作为结束 那前一年的猴事算是白耍了 随后呢 美国航空航电局则表示 他们已经利用轨道飞行器 对月球二号着陆器失联的地方进行了取景 最终在月球上发现了 因为印着陆而变成残骸的着陆器 之后呢 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 他们还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照片 西方媒体随后就对印度进行了公开嘲讽 说人类啊 又在月球上留了一堆破头烂体 一向苏人不苏嘴的印度 依旧坚挺的表示 他们这次探月已经获得了95%的成功 印度的这次失败啊 许多人都将矛头指向了美国 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先公布了事故现场的照片 还有就是 印度的月船二号搭载的整个通讯线路 都是美国的深空网络通讯 也就是说 印度的月船二号发回地球的信息 都是先传到美国人手里 然后再由美国传到印度 不仅如此 美国航空航空局甚至还可以把着陆器和地面的联系给关掉 然后让着陆器自己坠毁 印度人越想越觉得是美国人搞的鬼呀 就是他们的通讯设备出问题了 要不然我们这么高潮的机 怎么会让着陆器坠毁了呢 其实啊 这个事儿吧 你也不能全怪美国 虽然美国是你而会 但是你印度全把锅甩给人家身上 那也太不合适了 要知道这个飞船和卫星一般都有两套系 就是说这个登月着陆吧 可以自动 也可以手动 手动呢 就是由地面的中央控制室发出指令 然后着陆器登月实现软着陆 自动呢 就是着陆器自身要配备一套这个登陆系统 当手动系统失灵之后 还是可以由卫星发出指令 然后着陆器实现软着陆 现在这个情况呢 就是很明显的 就算人美国从中做梗 但是你印度这制造也不行啊 你的自动系统但凡是有用 你也不是现在这幅好光景啊 印度的扣门啊 终究是找到了凡事 要知道印度在航天领域 走的一直都是平价路线 他们讲究 以最少的钱干最大的事 这也是他们探测器的一个很大的弱点 早在2007年的时候 我们对嫦娥一号的投资金额 为5亿美元 但是印度对于月船二号的投资金额 仅有1.42亿美元 两国的差价都够印度 再造俩月船二号了 而且这1.42亿美元 还要承包轨道舱 登月舱和月球车三个大板块 偏偏那么大的工程 每一块都是必须要花钱在刀刃上的 所以印度的这个资金啊 就很紧张 对于一些实验材料 以及一些设备的采购 他们只能是差不多就行 然后因为没有钱啊 就只能抓紧时间研究 一天都不敢耽搁 毕竟经费经不起燃烧啊 所以很多计算以及研发项目 他们做的并不精细 差不多就能交就交就行了 所有的差不多加起来 最后就变成了差很多 所以他们的着陆器 在最后一刻连自救 甚至都无法做到 除此之外 印度的探院工厂 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他们的工业水平 根本就无法支撑 他们去研发一个完整的系统 印度的软件 他做的最好 没有生产制造 那也就是纸上探兵 偏偏他们的生产制造 还就是不行 所以越船二号 使用的是美国的通讯系统 等越则和轨道飞行器中的 机密重要仪器 则是从俄罗斯买的 这就让他们的探院发展 极其受限制 就好比印度这只鸟 可以飞 但是它的翅膀 却被其他人紧紧抓住了 能不能飞 什么时候可以飞 都是收治于人的 印度如果真的想要发展 他们的航天事业 这两点就必须重视起来 咱说大凡印度拨点钱 买点好点的材料 那着陆器都不至于摔得这么细碎 行了 快乐吃光的路段 咱们在家 请不吝点赞 收藏 关注的话 我们下期工作打印 再见